我每次打电话 我都听见是电话里面都是有唱歌的声啊 我听的舞曲声啊 都是这个声音 后来我们就是闹得非常不愉快 我问一下 在这个小片里您也很大声的在斥责他 说过去他要娶您 现在又不娶了 他什么时候 他一直都这么答应我的 而且我们俩的事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你又不在外面喝酒 不在外面跳舞 我会这样做吗 不就跟人家吃饭吗 一回到家里都是凉三点钟啊 他在家里也这么大火气 他家里平常还有严重 不是掐一顿您 你看我现在这身份还有呢 我现在说你脸上这个地方 我现在你看看 让大家会看 我这还有点烧麻 不是掐一顿您的 那您跟人结婚 就不掐您不拧了是吧 只要不掐我那些没用的毛病 我肯定我不会掐他的 他都掐您什么毛病 他就想我硬口脱 没了别的毛病了 我有什么毛病 像我现在往哪找去他 他现在又要我上班挣钱 晚上我还得伺候他 要不现在理了吗 他都这样 您干嘛非嫁给他呢 我就感觉他心不是特别花吧 能疑心疑的跟着过日子 我就看上这点 行你们你们是两地两地恋对吧 京京两地来回跑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没结婚呢 拖到现在呢 是因为工作的事 工作比较忙 忙着连婚 怎么着我也得再看他一段时间 我考验考完他吧 这考验的结果是不错 想接了 我觉得不错 人家觉得您不行了 是真意是吧 我觉得他就简直无理取闹 我怎么无理取闹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 你都不在家里 您这个每次从北京回天津 是大概多久回一次啊 不毛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哦 那你也不能说 人家天天在外面 反正我回来几次 都没碰上代价 不是的 这是偶尔的 他咋我查他现在 文先生 怎么调查 这样吧 心里有没有其他人啊 这我不想说 不想说是吧 对 我们有采访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什么采访 没什么就是采访 我还真挺怕你的 你没想着我 你不会怕我 我向着谁呢 我们先看看采访吧 来 我早就认识 也是因为搞一个活动 然后认识以后呢 他那个日子挺追求我 但是呢 我那阵没有跟他说 那个我的家庭情况 后来认识一年多以后 然后呢 在一次聊天中 他了解到我也是单身 然后他就开始追求我 徐先生非常肯定地跟您说过 以后你们是要结婚的吗 是的 他追求的是我 然后也希望呢 他在天津呢 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能够将来呢 帮我把孩子也肯养成人 非常完美 什么意思 然后过来 快别 你别怎么这样 这怎么回事 不是都是你逼的吗 不是不是 那咱俩都被结婚了 你跟我都认识 你 你能回去吗 来来来 为什么呀 什么 我帮您问好吗 您打也打不出来 你知道吗 这什么人啊 跟人解释解释 就是我们来闹医院以后 我回到家里呀 就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温暖 家的屋子 一个人没有 他也不在家 然后屋子呢 你别跟我家子一套了 没有活 你听他说完好 后来我回到家里呀 看着这个冷冷清晴房子 之后我就来网上聊 就上网 这个大姐夫是 虽然是最凭我大姐嘴 可是他对我 就最好体贴 后来我一看 他跟他说完没什么希望 反正就跟他交往一下 那你就跟他分手呗 就是 你想要踩两辆车 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也是 从这两个月之内才开始 接近了一些 有唐国人家吗 嗯 也贪了 也唐过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别急别急别急 对方还有个孩子是吧 对对对 你自己有孩子吗 自己没有 还比你岁数大是吧 对大一次 那你如果不来这个节目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人说这事呢 我现在慢慢的 以后再说 你是怎么想的 你想怎么选 经过我们 交往一段时间 也是两个多月 从这个 他的性格上 我觉得还是 我们俩不太合适 最后我们他们俩 比较逸间 我觉得还是 他比较好 所以说我还是 虽然厉害点吧 你拿我一个人当什么了 我从哪里 啊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 有好男人吗 有好男人吗 对啊你看 好吧这这给你过得少了 我选择不了了 你想选择人家 嗓子也得答应 他真是 你选择不了 来来来 咱咱咱咱 别说气话了 我们接下来听听 专家老师和杜老师 他们两口子 对这对链的一些看法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想起一故事啊 从前吧 有一只老虎 他想找一个棒 嗯 他找到一只猫 嗯 猫嘛 虽然是老虎的师傅 但是没老虎厉害啊 嗯 成天打来打去 一巴那三极恶骨 你是说我吗 你说毛老虎是指我吗 我问你 是 你上场到现在 表现出来的 对 除了裙子不像之外 哪都像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是百兽之王 性别是女性 没别的意思 你接着说 接着说 猫又找了另外一只猫 那只猫呢 不是老虎 他是病猫 我告诉你 他是病猫 其实他还在生活里 也挺幽默的 您接着说 对 所以 老虎就是老虎 百兽之王 对 不管乎乎 主要是猫怎么选 啊 猫愿不愿从树上下来 或者找别的猫 啊 看起来猫很可怜 嗯 老虎上不来 猫来决定 是否下树 听懂吗 陈老师 陈老师 您接着这只病猫 我还要不要他 我觉得你早就应该把他一脚踹了 你想啊 这个 你在那台上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我没有听到一句你表扬他的话 现在事实就是他花心 劈腿 欺骗 不挣钱 你看 就像刚才马丁老师说的那样 他是一只很鹰鹰的猫 把你这只老虎的火点的被儿忘了 把我都给天子 他把你的情绪扇动得很厉害 然后他跟你之间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但是 这么多缺点的一个很糟糕的男人 你要他干什么呀 要他来虐待自己吗 我要治他 实际上我觉得您在现场把我们都治了 我刚才一边录节目 我一边觉得这个特别佩服我们赵川 这得什么样钢铁一样的意志和神经啊 我又没跟他怎么着 我要怎么神经啊 不是有问题吗 我是说你的这个神经得多么的坚强 因为我们这位女士的这种攻击性 我觉得还是他坚强 对 所以我找的男人必须得老老实实的 那你想猫也会反抗的 再老实的男人 他受不了的时候 再忠诚的奴隶 被虐待过分之后 他都要反抗的嘛 刚才在听你们的故事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在笑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的笑 我没看见 我不要求你看见 我只希望在接下来我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打断 你可以做到吗 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不说了 你吓得我我就不打断你 你能答应我不说话吗 那就赶紧一分钟 你给我一分钟 你认为哪个都是你的主场 是吗 你不觉得吗 连这一点简单的基本尊重 你都做不到是吗 我今天是来谈我事儿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场的工作人员马上 你再出去 我觉得给我说一句话 否则的话说了也是无用 对于一个蛮不讲道理的女人 你去谈介绍 太小了 咱们这样 这都是你闹的 我们今天是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听我们的介意 就请你们一口不言 尊重别人说话 咱多听听意见 没坏处 听听 好吧 杜老师 我们不插嘴 其实我说句 凭良心的话 如果你们两个 一个是我大哥 一个是我大姐 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悲伤 下面所有人在笑话你们 知道吗 只有真正爱你们的人 你们的父母 看到你们此时此刻的生活状态 才不会觉得你们 这是一场笑话 而是真正的心疼你 你还不听我们的介意 整场下来 除了咆哮就是咆哮 你何止冷静过一刻 来听别人说话 我认为你们俩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个不够笃定 一个就不长技 是吧 南方不是第一次劈腿了吗 跟自己的前夕赛 你是同时跟两个女人交往 而女方呢 前夫伤害了你 走了 现在蹦上一老是个牛 不好好待 工作有那么忙吗 闭嘴 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作为一个老板 就不能真正的抽出一点时间 做做家务 陪陪她吗 南方 其实缺乏主见是你的印象 迟疑懦弱心的转捩 另辟蹊径就是你的套路 再找一个嘛 比较比较 你碰上问题 从来不是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碰上这样一个女人 你碰见她 每天晚上不归家 你不是很好地去开导她 跟她共同来面对 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又用老套路 再找一个 而女方呢 你的问题在于什么 盲目自信 这是你的印象 不长记性 这是你的软肺 撒脱耍烂 是你的套路 你说你很优秀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很可能 你被前夫抛弃的意思 又被这样一个男人 又抛弃 而且你口口声声说 我哪一点配不上他 我看上他是他的心 就是这么一个 你看不上眼的家伙 他也把你给抛弃了 你说你是不是可怜之人 比较可得之处啊 难道你不应该反思吗 大家的笑声越厉害 就咆哮得更厉害 甚至脸上还有 沾沾紫色的笑容 你看我多能啊 我能把他拿住了 你拿住了他的心没有啊 大学人 你要真正能够 拿出一个男人的心 那就是你的本事 可是呢 第二连三 看似强生的你 一次两次 被神秘抛弃 所以我认为 我不要再这样的笑容 四十岁 该懂点事 多的咱也不多书 我就说这么些 可能这件话会非常伤人 但是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 也是我在这个场上 今天我一刻都没有笑的原因 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两个事 当成了事 来分析 再说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拉倒 就这样 明白了吗 你们29年的婚姻了 刘老师 这个您在家里会发那么大的火吗 会发火 但是不会这样 我有三个不赞成你们的观点 第一个就说 你俩 你俩还没有登记 在身份住 这个是我不赞成的 第二个呢 我不赞成你 用这种方法去爱他 就说你太厉害了 这样的话 别说是男的受不了 女的也受不了 就我们在这厅里都觉得受刺激 完了 再一个 我不赞成你 这个男同志 我觉得你做的不对 我也不赞成 你跟他的感